海巡署針盤分署高雄茶漆隊 继1月29日在屏東沿埔地区 潮沃益顺满及及承发等渔船 涉嫌走失焉艇后 在今天凌晨再次攜手台南茶漆隊 洪湖茶漆隊 宜蘭茶漆隊 南部分署第11安巡隊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沿城分局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四分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永和分局等单位 在安平港再次查获及承发号渔船 佐私香菸200箱 私消探索年关将近 菸品需求上升 掌握恒武级及承发号渔船 将在隆利年前打算再次佐私作为联终奖金 且该集团不断地更改渔船密舱位置 针对所有查期单位使用车辆 人员收集资讯后 作为交战所择 在各交通要道布满丁烧人员反制查器 所幸经过专案小组 不断地沙盘推演 破解该集团运作模式 在今天的凌晨 顺利期货上街的私烟 鉴于佐私集团犯罪手法不断地演进 作为台湾自然第一线海军署构逐坚实防线 本案将依违反天酒管理法 寒宋屏东地检署跟台南市政府裁法 并追查幕后集团 防堵佐私入境 维护国人健康 同时呼吁来路不明或廉价试验 其成分不详 且出自烂灶 伤身之余 恐吸入更多的不明化学物质 如果民众有发现到走势步伐 请拨打海巡118免赴被专线通报 共同维护国境安全 社会安定 创造祥和健康环境